哈喽,大家好,我是特会 前几天有朋友从低脂饮食切换到低碳 感觉头阴心慌疲倦 便秘,同整脱发 问我该怎么办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低碳饮食当中 有哪些副作用 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从低脂转换到低碳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反应比较轻 有些人反应比较重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们依旧先了解一下基本知识 什么是低碳不施症 低碳不施症也有人把它称为同流感 如果你有参照特贵 这支视频里的六阶段 循序渐进进入低碳的饮食法 拿掉你不该吃的和过敏的食物 慢慢的减少碳水化物的一个摄取 可能不太会出现这些症状 如果你直接冲原来的饮食 一下就跳到低碳饮食了 那么这些症状就可能来得猛烈一些 我们来看看排名第一的不适感 疲倦 第一个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能量供应不稳定 尤其是减少糖类摄取之后啊 你身体的高一导臭浓度又没有下降 依旧在阻碍脂肪分解利用所造成的 你可以试着增加叶子油的摄取量 或者加大一些低深糖高纤维碳水 像是土豆啊 红树啊 藕啊 山药 再来适应一阵子 第二个问题是消化的问题 有时候啊 这低碳执行的初期蛋白质增加比较多 但是胃酸又比较少 就很难消化蛋白质 这并不是因为你的糖类摄取太少的缘故 你可以在餐前增加联盟汁 试着胃酸分泌 试试看能不能排除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吃饱了还是饿 很神奇吧 但是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 无外乎这三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微量元素不足 比如你缺乏元素C啊 那你有可能就会想吃辣椒 辣椒中呢就含有维生素C 如果你缺乏某些微量营养 就算你吃饱了 也没有补到那些个营养 身体依旧会匮乏 就会出现这种特别尴尬的情况 吃饱了还是觉得饿 怎么解决呢 确保饮食的食材多样化 最好每两天补充一次 微量元素特别是钙啊 辣啊 酱啊 美啊 另外可以多吃一些猪肝 大骨汤 海菜 虾皮来补充 第二个原因是肠道菌的呼唤 你体内的肠道细菌也需要吃东西 你越常吃什么东西呢 就越容易养出毛的细菌 有一天你突然不吃那些 他们喜欢的东西了 它自然会有管道跟你来哭饿 如果你是采用神须渐进的改变方式 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或者你在饮食当中多添加一些富含益生菌的食物 比如说酸奶泡菜啊 第三个就是压力 人的大佬啊 有一个功能就叫趋利避害 尤其是在你压力上升的时候啊 人就特别想吃山高的东西 像高碳水压高脂肪高辣的食物 会让大佬产生愉悦感 让你暂时的逃离压力 这三样却是让你最容易变胖的 变胖 让蹲集起来的脂肪产生更多的持续素 多起来的持续素呢 就让你的身体继续的吞积脂肪 这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啊 但咱们现代人呢 都有压力 重点呢是面对压力的方式 这也决定了你的食欲和体重 第三呢就是食欲降低 你在适应低碳饮食之后啊 会产生没有食欲的现象 有些人会担心这是厌食症 你身上的脂肪一公斤有9000大卡的热量 跑步一小时你就只能烧300到400大卡的热量 理论上你身上的脂肪足够你一个月的使用 而你身上呢又负担着比较多的脂肪 就会产生这种没有食欲的情况 举个例子就好像你家里的钱多得慌 你不想出去工作一样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食欲降低的现象 不会持续很久 只要注意微量元素的一个摄取即可 然后你的体脂呢一降低食欲就会渐渐上来 所以这和厌食症没有什么关系 好我们再说第四点啊 就是大姨妈不来了 女性朋友停机呢可能是能量转换不顺 造成能量摄不足 只要胜一脑就会恢复正常 或者你突然间大量的运动 或者体脂率太低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升值啊并非身体生存的一个必须技能 所以会暂停无碍健康 适应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大部分的情况是 在采用低碳饮食之后呢 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月经变正常 痛经也有减缓